1,2,3 大家好,我是洪基 我的綽號叫桃桃 身高178 體重的話是60公斤 然後我星座的話是雙魚座 雪形的話是A型 我現在是大二 化妝品應用管理 因為平常比較活潑好動一點 然後人家就覺得我三八 所以叫桃桃 美髮的話是在高中的時候 大學的話就有去上美甲科 然後有考證照 放學以後就直接到店裡面當助理 就是直接做實施 然後美甲的話就是另外一個課程 就想說有個東西會自己會過比較安全感 一方面是因為我高中的時候是服裝科的 而且我比較喜歡賣衣服 就是跟人有接觸的工作 服飾的話你要記版型啊跟你要怎麼樣跟個人溝通 然後知道個人的需求 然後也是要記牌子跟這件衣服的特性 沒辦法那些就是要就是要一直學那個技巧 也是很像的 給客人滿意的要求 跟客人成本會啊 有時候他如果路過 就算沒有要買東西也會打招 姐妹一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家裡可能家裡都是女生吧 兩個妹妹 我上班的時候常常去逛街或者是看電影啊 不然就是跟人家去唱歌之類的吧 我們家的話我們滿自由的 就覺得你不要學壞神啊 什麼都好啊 好像都還滿平順的啦 就只是只是可能有的時候就跟老師起衝突啊 國中啊國中 很久以前 正直叛逆騎大家都有 就是有時候老師講話太過於就是急車吧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你有事好好講就好 就是沒有必要大小聲啊 或者是什麼人家就會壞小孩啊 你做人就會死派什麼之類的等等 聽了就是不是很高興啊 然後就會跟他有衝突 據說過幾天就沒有看到老師了 就換老師啊 以後自己開店吧 一樣就是賣一束手 不是電倒了 我還是可以繼續回座沒辦法 有個後路可以跑 我就是要過山口 來自拍攝 我還是無線上 我還是有可能 我還是要不去 我還是要不去 あります